推特所有者马斯科在11月10日表示 在他努力控制推特平台的财务时 公司有可能破产 因此推特遭遇了更多高管的离职 加剧了马斯科接管推特两周以来的混乱局面 英国《金融时报》的消息说 知情人士透露 马斯科周四在推特员工的全体会议上 发表了破产的评论 马斯科警告称 推特公司可能有数十亿美元的净负现金流 破产并不是不可能 马斯科还要求结束大多数推特员工的远程工作 警告说 社交媒体平台需要在办公室进行紧张的工作 才能扭转局面 并且要求员工每周在办公室工作40个小时 这是对推特工作方式的重大改变 在周四的全体会议上 马斯科补充说 不进入办公室将被视为类似于递交辞呈 根据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推特的首席信息安全官和首席隐私官都宣布 他们已经在周四离职 由于高级安全和隐私高管的离职 引起了联邦监管机构的关注 最高消费者保护监管机构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周四表示 他正在密切关注推特的最新动态 推特在2011年签署了一项严格的同意令 承诺更好的保护用户数据 监管机构继续对其进行监督 FTC补充说 任何CEO或公司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公司必须遵守我们的同意法令 我们修订后的同意令 为我们提供了确保合规的新工具 我们准备使用它们 推特对于此事没有回应 马斯克上周解雇了推特 总共7500多名员工中的 一半以上的人员之后 又首次公开解释了 他最近出售了近40亿特拉斯的股票的情况 称他这样做是为了帮助推特 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说 马斯克买了推特之后 因为担心推特没有钱花 卖了2000万股的特斯拉 筹错了40亿美元 吓得特斯拉跌了超过10% 有人说马斯克是拿了1500元的鱼子酱 去换2美元的披萨饼 简直就是个傻貌 网友跟着回复说 应该是拿了1500元的钻石 去换了2美元的披萨饼 但这件事情是发生在10天没有吃饭之后 我的意思就是 钻石虽然好 但不是必需品 披萨虽然便宜 但是没有饭吃会饿死人的 言论自由就是必需品 脸书1.1万人大规模的裁员 推特老板释放出有可能破产的信号 TikTok广告年收入减少了20亿美元 或许社交平台更大的难关还在后面 北美社交媒体市场的大洗牌 正在悄然拉开帷幕 推特能否独占凹头 还是会被这场大洗牌的巨浪给掀翻 您会给马斯克怎样的建议呢 欢迎您也来说一说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